本周一,美国亚利桑那州发生一起害人听闻的母亲枪杀儿子事件,92岁的老泰安娜因无法忍受,自己要给送去养老院的决定,把枪口对准了自己72岁的儿子。 这起人轮惨案的发生,着实令人唏嘘,警方公布的安娜照片。 安娜今年92岁,住在亚利桑那州帕利塞德斯和萨巴罗林因大道附近,与她同住的还有自己72岁的女儿与女友。 据当地警方称,事发当日上午10点,他们接到安娜儿子女友的报警电话,称发生了枪击事件,自己的生命也遭遇威胁,警方立即赶到现场。 此时枪已被报警人夺下,卧室的床上躺着已经奄奄一息的72岁被害人,一旁躺椅上安静坐着的,是其新生母亲,也是这起家庭枪击案的凶手,92岁的安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